那在最后呢 我们还要再处理一下 这个所谓的类别变数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里面 这里一样是车子的价格 车子的里程数 另外呢我们还有车子的颜色 一表示它是白色的 二表示它是银色的 三表示它是其他颜色 那车子的颜色 会不会影响车子受欢迎的程度 以及会不会影响车子 它这个成交的价格呢 就想研究这件事情 好 那这里我们要使用标准的 处理虚拟变数的做法 那我们要做 我们慢慢地来做这件事情 首先呢先做一个错误示范 这个错误示范是 直接把颜色拿来做资料分析 所以如果我做资料分析 那基本上呢 我等一下做的事情是 我要把颜色这个栏位 视为是一个连续的数值变量 这样子 那我Y长这个样子 那我的X呢就一样照着弦 好 全部选取起来了以后 我们按OK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一样会跑出回归报表来 那这个报表怎么理解 里程数每多加一单位 我们这个成交价就减0.067单位 这个OK 但是颜色这个部分就变得很奇怪 负0.043是什么意思 对吧 我今天白色变银色 那就减少吗 银色变其他就减少吗 凭什么白色变银色的影响力 要跟银色变其他的影响力 要一样呢 没道理吧 那更不用说 今天这里我们是标成132123 那为什么你不能标成354 你为什么不能标成4119 对吧 所以如果我把颜色 白色银色其他标成数值 Excel无论如何都一定可以跑出回归公式来 那但是这个公式是没有用的 是错的 我如果把类别变数 误以为它是数值变数 电脑什么都不知道 它还是会跑出来 但是这个模型并不会具有实际上的意义 这个大家要小心啦 好 所以我们具体的要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要使用所谓的虚拟变数 那虚拟变数长得像这个样子 对吧 我呢 如果今天有123 或者说有白银其他 那我们就加两个虚拟变数 第一个虚拟变数是 请问你是白色的吗 第二个虚拟变数是 请问你是银色的吗 白色的话呢 你就在白色的地方写1 其他非白色的人就写0 那这个我们稍微对照一下 好 所以我来做一点复制贴上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 当颜色是1的时候 我们就把白色的标成1 当颜色是2或3的时候 我们就把白色款这里标成0 那颜色如果是2 我们就把银色款标成1 对吧 那如果不是2 我们就把它标成0 那如果颜色是3呢 颜色是3的 你就会两个都标0 好所以就结果来说 就是00 好像是00就表示它是其他 01就表示它是银色 10就表示它是白色 这样子就OK啦 好所以如果你有3个可能的值 你就会用2个虚拟变数 你有9个可能的值 你就会用8个虚拟变数 以此类推 好 那这件事情如果搞定了的话 那我们这个编码已经完成了的话 那我们就只要把它们这些东西拿来用 就可以啦 好于是呢 我们就来做一下 按错了对不起 我们这个资料分析 然后呢我们回归 那Y一样长那个样子 X呢这里就稍微做点变化 那里本数白色银色拿来 OK 好跑出来的东西呢 长得变成像这个样子 那这个东西啊 就可以做正确的解读了 里程数一样 开的越多 车子的价格就越低 这个合理 那另外这里的系数表示什么呢 这里的系数表示 白色款这个变数 它如果其他变数都不变 白色款加1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看原始资料 对不起你看这里好了 白色款如果从0变1 那表示什么 这个车子从其他颜色变成白色 一模一样的车子 一模一样的里程数 如果从杂七杂八的颜色 变成白色 价值增加91元 预期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银色款呢 其他的颜色 其他的颜色 我们从00变成01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其他颜色变成银色 我们预期成交的价格会多330块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这里是我们如何解读 这一些类别变数的系数 那么PValue一样也是可以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里程数的影响是显著的 银色款跟其他款的差距是显著的 但是白色款跟其他款的差距 其实不显著 虽然看起来有90元这个左右的价差 但是呢 你是不是真的很有把握 白色真的就比较受欢迎 也没有 因为这个差距实在有点不够大 是这样子 那这东西有Rsquare 70%也不错 所以类别变数基本上就是这么处理的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做到大部分 我们需要对类别变数做的事情了